山山來遲 哥倫比亞大學透過解密的衛星間諜圖像發現 至2000年 喜馬拉雅山冰川的溶化量比上世紀後期多了一倍 而在過去40年冰川已經失去了四分之一的冰 研究指出只有人類活動造成氣候暖化才會導致這個嚴重的後果 研究團隊利用間諜衛星圖像加上現代衛星的數據 整合過去40年最詳細的喜馬拉雅山冰川紀錄 650個橫跨2000公里的冰川至1975年至2000年 冰川表面平均每年下降22厘米 唯有溶冰加劇下2000年至2016年 每年平均表面下降43厘米 研究也指每年有80億噸的冰溶掉 而位處海拔較低的冰川每年高度減5米 這對中國、巴基斯坦及印度等依賴山頂河流水源的國家造成嚴重影響 而今年2月另一份報告警告 即使各國是排溫氣體 喜馬拉雅山脈最少三分之一的冰川會在本世紀結束前溶化 如果不採取行動 更加會有三分之二的冰川溶化 研究團隊成員指出 冰川溶化速度倍增令人擔憂 前景相當可怕 MING PAO CANADA //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